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生活在贵州附近的人们对空中怪车的事件都会有所耳闻 那到底空中怪车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能量这么强大能够让一片林场和火车车销瞬间灰飞烟灭呢 下面探密质小编就和大家来说说1994年贵阳空中怪车事件的真相 1994年12月1日凌晨三时许 贵阳市北交18公里处的都西林场附近的职工居民 被轰隆隆的响声惊醒 风速很急 并有发出红色和绿色强光的不明物体呼啸而过 几分钟过后 都西林场马家塘林区 方圆400多亩的松树林 被长片蓝腰截断 在一条断续长约3公里 宽150米至300米的带状四片区域里 只留下1.5米至4米高的树桩 并且折断的树干与树冠大多都向西倾倒 长两公里的四个林区的一人高的粗大树干 整齐的排列在林场上 有的断树之间又有多颗安然无恙 个别几颗连根拔起 周围一些小树有被擦伤的痕迹 这些被折断的树木直径 大多为20厘米至30厘米 高度都在20米左右 后据林场职工李兴华的妻子说 他从车子看见 是像大卡车一样的东西 被称之为空中怪车 有两束灯光从车头射向前方 第二天 林场职工查看邻居 有四大片林木遭毁 此时上屏幕才约2000立方米 从西南端马家塘起 到东北端砖摇坡直 足有3公里 共有面积400多亩 条带最宽处有300多米 最窄处150米 骑驶的西南端树桩高2米左右 中指的东北端有一片树桩高4米左右 1994年11月30日凌晨 贵阳北较都西林场和都拉营车辆场遭受奇异灾害 其中东西林场400亩马尾松被毁 这场灾害表现出选择性和目的性 灾害共分为四个区域 彼此并不连续 树木大片桃桩 但是树边的塑料大棚却完好无损 树木都断了 树下的真叶层却纹丝不乱 车辆厂的情况更让人费解 地旁房的钢管神奇截断 大屏库的水泥地面留下神秘转叶痕 近70吨重的载货车厢被逆向移动20多米 取悦职工被吸离地面 1995年2月9日 贵阳机场的中心雷达上发现有不明物体在动 随后在从广州飞往贵阳的中原航空公司 波音737第2946航班万米 高空飞行途中有一不明飞行物追随 它的形状由菱形变成圆形 颜色由黄色变为红色 它去飞机的距离大约有一公里左右 最后在贵阳东北70公里处消失 这几次事件中 都西林厂和贵州车辆厂 虽然遭受严重破坏 但人畜加勤无意伤亡 就连车辆厂夜间执行巡逻任务的 厂区保卫人员 遂被风卷起数公尺 在空中移动20多米落下 受了一场惊吓 人体也无任何损伤 邻区树木大片折断 但穿过邻区的高压线 却完好无损 针对空中挂车事件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飞碟留下的痕迹 是外星人的杰作 贵州科学院高级工程师马瑞安在十几年间 一直没有停止对空中挂车的研究 他认为当天晚上有不明飞行器的出现 不是人们的猜想 而是确有其事 它就是类似于射流推进器的飞碟 根据他以前的实验理论和现场的破坏情况 马瑞安甚至算出了这个飞碟的直径在200米左右 而这个巨大的飞碟当晚在飞过这一区域时 受到了坏天气的影响 十多年后 空中挂车给事件发生地留下了相当多的后遗症 如遗址部分地区发生了变异现象 出现强磁场 树木严重滞涨 同龄松树已涨到十多米 而这一区域的松树仅涨了一米左右 那么事情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 真的有不明飞行物出现 并袭击了这两个单位和林场吗 在杜拉英车辆场宿舍区 胡锡国在6栋一单元8号 听见火车样巨响 看见强洪光和大风的李秀琴 后防窗外草地 找到了约两米之近 草被烧焦的UFO着陆的原型痕迹 七栋旁草地像被水洗过一样往一边倒 草地上圆圈内的草像被烧焦了一样 从现场情况和莫击者描述及土壤 微被压分析 UFO在宿舍区做机动拐弯飞行 并留下草被烧焦的原型痕迹 是在离地很近的上空停留 确实草被烧焦UFO并未着陆 从零化肠毁坏的大批树木约公路进入尖坡坡上 临地边缘 胡七国发现一直径25公分老树桩烧焦成碳状 在树桩周围无围绕树桩烧火痕迹 且树桩只有高温才能碳化 相距不远在一棵被折断的断树旁边 一棵直径25公分的松树南侧 有两米高被烧焦 树根周围树皮烧焦成碳化状 碳化痕迹明显是刚烧焦不久的新痕迹 未被雨水冲刷和风化 可能是UFO在两米高度侧飞时 悬停在该树南侧上空 致使南侧树皮被烧焦成碳化状 树桩四周有一直近1米2左右被烧焦的土壤原型 圆圈中部烧焦身达10公分 土壤及土壤中松针烧焦达3公分后 周围无任何明火燃烧痕迹 烧焦的土壤上散落着枯松针 烧焦土壤对指南针和罗盘瓷针无偏移影响 树皮烧焦高度为2米左右 与林中松树被折断处高度相符 可能与UFO的飞行高度有关 树桩周围烧焦原型土壤直径在1米2左右 与木机UFO直径相符 也与车辆厂宿舍区草味烧焦的原型痕迹相近 经贵州省放射卫生防护所 对贵州UFO研究会采自都西建坡松林中被UFO烧焦的土壤 树皮和树桩总放射水平进行分析 95年3月25日监测评价为树枝树桩核涨二法 维塔和加码总放射水平属正常值范围 贵州UFO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胡奇国 和副理事长兼副秘书长吴株林教授 与放射室主任蓝天方工程师李索赵工程师 讨论了土壤树皮放射性问题 蓝天方认为经过几次雨水冲刷 土壤中的放射物质即可流失 而都西土壤应在一星期内采样才有分析价值 因阿尔法β加码射线很短 航空探测无意义 蓝天方同意提供贵州旅厂附近放射性本底不点图做参考 李索赵认为梳妆保留放射物质较久 放射性在正常范围内说明UFO动力源不是核能 其他衰变期短的放射物质也在正常范围内 UFO着陆痕迹检测不到放射性 在国外已有案例报道 贵州UFO分会认为UFO的热辐射源可从电子方面去探索 UFO可能是利用宇宙射线 并对宇宙射线浓缩做动力源 材料库刘香芬说 办公室的门林索尔被风拉脱 早上发现外面水泥地上有一圆形烧黑痕迹 直径约60公分 后来我们又拖板擦掉了 可清楚看见地上有5个半弧形印记 直径约20公分 其间还有12个小印记 印记平整光滑 我们隔玻璃拍照 目视印记十分清晰 车辆厂宣传部长胡顶翔展示的照片显示 两个UFO着陆痕迹在水泥地上悬出的半弧形痕迹十分清晰 边上有烧黑残痕 从贵阳空中怪车事件的地理地形特征 光学特征 升学特征 运动特征 尤其是贵阳空中怪车事件的力学特征 和灾害分布明显的选择性特征的分析 这个奇特飞行器有可能是外星飞行器 它有人类飞行器现在所不具备的反地球引力的奇异特性 容易在低空以不太高的速度飞行 人类多数飞行器在20米每秒以内如此低的速度会摔 而直升飞机向下攀流很强 地面的落叶层会被吹散 而且经过调查了解 当天晚上这一带没有任何民航军用和气象的飞行物经过 市委宣传部公开贵阳空中怪车事件绝密档案 就在贵阳市白云区都谢林厂空中怪车 在全国各地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2005年8月27日 一封神秘的画面电子邮件 发送到了白云区委宣传部开设的征集邮箱内 里面装有一整套当年贵州UFO协会权威专家 对都西林厂空中怪车的详细调查报告 工作人员快速回复信件 发现发邮件的人正是记者多方要寻找的 曾多次考察空中怪车现场的 贵州UFO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胡奇国 胡奇国向记者提供了他11年来保留的 十余篇贵州UFO研究会 关于渡西林厂空中怪车事件的调查报告 这些空中怪车不为外界所知的绝密档案 此前从未向外界公开 2005年9月4日在征得胡奇国及相关部门同意后 贵州都市报向读者公开了这批绝密档案 UFO的中文规范译名是不明飞行物 大体分为四类 已知现象的误认 未知自然现象 未知自然生物 第四类是指有明显 智能飞行能力 而非地球人所制造的飞行器 即我们常说的飞碟 对此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本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